海套法师 佛学问答 阿弥陀佛啊 师父 我知道吃肉不好 但是 几天没做肉 就感觉到受不了 该怎么办 师父 我们佛教里面有一种食肉鬼 食肉鬼也有 它也会附着在你身上 所以你想要吃素还不容易 你要先照顾它们 第一个要忏悔 第二个要回向过去 因为杀生吃肉的冤情在主 当然 吃素一个最大的动机是 悲心 所以你不能说我想要吃素 光吃素不能成佛 如果吃素可以成佛 羊也成佛 羊也是吃草 所以我们吃素要生起 我为什么要吃素 因为 动物重生好可怜 你要生起这个想法 它们好可怜啊 所以我宁可控制自己来吃 那变成功德 那这个功德变成有力量 就可以消除那个想吃肉的硬 佛教很简单 灯点亮黑暗就消除 有光明就没黑暗 有正面就可以消除负面 佛教的原理很简单 善有善饱 二有 所以我当初吃素 我是为什么吃素 我以前抽烟抽的很重 没办法戒了 我老婆跟我订条约 一根烟一万块 订到这个条约我还是照仇啊 我实在没办法呀 后来我怎么戒 因为我妈妈生病 我妈妈医生说可能得癌症 那有一个修行人跟我说 那你就问你妈妈发愿吃素 我那时候整个当然答应 我一发愿吃素 烟症不见了 连戒都不用戒 我原来有一个正面的 因为我的动机是为我妈妈吃素 我不是为我自己 所以就没有烟症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任何一件事情 对别人有帮助的都是善业 都是光明的 所以你吃素的时候你要先发愿 愿我这一顿吃素 让生病的都好起来 让很多动物操作 那你的力量就很大 那那个负面的影响力就可以 那个瘾就不见了 好 祝你成功 来 师傅 阿弥陀佛 好 欢迎订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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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